一份公文泄露的天机 是书生仓癖的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中间能够拿到公文的 是哪一个系 那不可能是赖心得自己丢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由于我一个礼拜都在外地 或在台北 所以呢台北发生的某一些事情 朋友呢不敢跟我联络 我也很少跟朋友联络 那这次回到台北以后 有一位很好的朋友 他告诉我今天的秘密 因为很多事情 我们不会在电话里面讲 我们很多事情也不会通过群组 他互相通连 而是见面直接说 他特别咬我 特别咬我 因为我是星期五晚上八点 回到台北 然后第二天 9月9号去出外景 我在9月9号下午出外景前 三点到四点 我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这个朋友直接两段跟我讲 他是说 赖心得的伪建 伪张建筑是怎么来的 他告诉我一个今天的秘密 他说赖心得的伪建 之所以会引起讨论 是出自于某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不经意的先提 所谓矿工用地变住宅的事情 那个是非常小的 结果他们就看到了这个就是回去查发表这篇新闻的人究竟是谁 结果发现居然是彻翼 是民进党的彻翼 他们也把名字找出来了 真的是把名字找出来 也把他IP位置搞清楚 这个人是谁 由于他跟我讲的时候 我有记忆 但是他说名字你就不要公布 因为他们还搞不清楚 这个是哪一个派系 那其次他说各位去看 你赖心得这个伪建 他建在2003年 2003年各位想想 你赖心得既不是台南市长 他也不是格魁 而是利盟 他是花了一笔钱 给他妈妈住 给他妈妈住 他妈妈往生了以后就交给了他的儿子 连公文都出来 上面还有苏贞昌的签字 就是换句话说 他是用特案方式准许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赖心得的发言人会说 有门牌就不是伪建 其实是胡说八道 我们这里附近伪建一大堆 结果呢 都有门牌 所以这个不成立 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份公文 泄露了天机 是苏贞昌批的 是苏贞昌批的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中间能够拿到公文的是哪一个系统 那不可能是赖心得自己丢吧 自己丢出来的 不可能 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 他说这个是第二 他跟我讲的 他把证据通通给我看 然后他说第三个 就在侧义网站里面讨论 讨论到了最后突然爆开 赖心得那有伪建 当时候在讨论谁的伪建 各位想想看 各位想想看 柯文哲妈妈的伪建 那如果是民进党的话 一定会把 黄国昌韩国瑜还有柯文哲妈妈的伪建 往十里打 他是趁着柯妈妈的伪建出来的时候 说赖心得也有伪建 这个事情蹊跷吧 这个事情不是国民党 不是民众党 也不是记者 更不是名嘴挖出来的 各位可以看看 其实这个伪建不值钱 但是他要造成就是说 违建就是违建 不管你有钱没有钱 况且那个违建冬天住起来 他们还真跑去看 真的跑到赖心得家的违建 看冬天非常潮湿 住得非常的不舒服 只不过那个时候 给他妈妈做一个 就是给他妈妈住的一个地方 其实他们的矿区 距离这个违建 虽然距离很短 但是但是他是把它弄的 就是说我不要那么潮湿 我还要就是说 让他住的舒服一点 那更重要是赖心得 帮他妈妈做的 而赖心得不见得住在那个地方 有的时候他会偶尔回去看一看 他事实上他住的是另外一个地方 他就跟我讲 我才一看 然后去看那个设议的 原来是X系 你尤其是苏贞昌的公文出来 请问如果不是当事人 别人怎么拿得到公文 还有一个 就是台湾不是有淡淡维基 已经一直炒到今天 也有公文跟合约出来 这份公文跟合约 就是直指新潮流的林冲贤 各位去看看 这些东西都陆陆续续的出来 他的矛头指向谁 所以赖心得违建的爆开 绝对不是说蓝营 非绿或者是名嘴记者挖出来的 而是他们自己系统搞的 那这个系统我就称之为X 是谁能够拿到苏贞昌的信尾 公文请大家自己猜 请不吝点赞订阅